民宅前原本空无一人 突然画面出现一阵晃动 大量物品从屋内瞬间喷飞出来 砸落地面 下一秒大批民众连东西都来不及拿 从屋内从从忙忙跑了出来 甚至还有人躲到车子后 害怕意外再发生 警察获报后紧急赶到现场 更有伤者当街坐在地上 皮肤受伤 救护人员赶紧用食盐水降温 原来现场发生民宅气爆案 共酿成八人受伤 七人当场送医 一人自行就医 洞医生类似像气爆散烂 然后他们的玻璃整个都震碎了 烧起来 烧差不多一楼的后面 整个都烧起来了 气爆的民宅玻璃完全破碎 大量物品散落在地上 甚至就是内部的大型隔板 都被炸倒在地上 消防人员更在内部找到 被烧得焦黑的瓦斯钢瓶 一次就是事件主因 事发在台南市北区 24号晚间7点多 原来当时的地点是 印尼吉民状穆斯林教会活动据点 当时屋内几人 疑似正在竹火锅 却出了意外 最近才有发生过 很重大伤亡的消防事件 所以我们对于这类案件 都特别特别的谨慎 瓦斯因为那个街头已经坏掉了 所以说没有办法关闭 所以只能让它 这个自然的溢出 这样喷水 用水物来降低浓度 目前注意的民众身上都是轻伤 不过日前才刚发生 屏洞工厂大火事件 各界也不敢轻忽 只需要类似意外 别再发生 接着赖广长台南综合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讯